欢迎热吧 哈喽主持人你好 哈喽正在收看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脱步品牌代言人迪丽热吧 哇那今天看到热吧真的是非常的美丽 那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一句 谁能不坠入爱河的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潜谈聊一聊 热吧最近除了我们热播剧以外 都在忙些什么呢 能不能给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一起来透露一下 最近除了我 哎呦对不起 最近除了我自己也在追剧追雨军初相时之外 自己也在拍摄新剧 嗯正在紧融逆鼓的拍摄当中 哎我们都知道 热吧其实平时工作非常的繁忙哈 那你平时这么忙碌的工作 应该没有非常完整的时间去运动 那如何保持这么元气满满的状态呢 有没有什么小秘密能够给大家透露一下 嗯我其实会在一些间隙 比如说像今天收工早啊 或者说是今天开工晚啊 这种时间可能会稍微的运动一下 因为毕竟每一天其实工作量的程度也不太一样 嗯 然后有的时候如果身体觉得实在是不想运动的时候 也会给自己放一个小假 哦所以说我们要持续保证一个运动的状态 也要有一个好的休息的状态 嗯是的我们要运动和跑步 还有我们休息也要保持到一个平衡 那热吧觉得跑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 跑步的味道我觉得我的跑步的物语就是不复花期 像今天后面写着呢 哇不复花期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寓意啊 那你觉得怎么理解这个词呢 最后有什么样的故事让你总结出跑步的味道是不复花期的味道呢 嗯因为像平时拍戏的节奏会很快嘛 嗯所以说有一次嗯我想要自己在心里想说要不要试一试跑步 因为像我以前呢是不太会去跑步的一个人 然后也是在拍雨军初相识的时候 然后我呢当时正在一个小树林里 然后就突然觉得这个快节奏的生活可能让我有点喘息不过来 然后就觉得说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 但是放松呢它可能有的时候光是睡觉 你也补不回来 就是那种自己的那种活力感 所以那天正在树林里拍着戏的我突然就说 在趁着大家放晚饭的时间想去那个小林子里跑一跑 就其实刚开始不是跑只是在散步 后来呢我就想说哎要不要再走快一点 走着走着就跑起来了 跑着跑着就加快乐脚步 对然后突然就觉得又是在一个一片旁边 长满了很多小小小小花花的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也是一片树林就很美 然后跑着跑着就觉得哇就突然就觉得浑身都充满了劲儿 然后就觉得看着这些沿途的风景觉得嗯这就是生活 而且在运动完之后的那种感觉就会在比你运动之前给到你的那种精神头是不一样的 是的刚刚热巴真的说的非常好让我们有一种那种身临其境感觉在跟热巴一起在跑步的感觉 在那个春天的小道上我们一起跑步然后闻着花香 然后一起感受流汗的感觉 其实很多朋友去运动的时候更多是为了流汗为了健康 但很多时候其实辜负了我们在跑步的过程当中看到的身边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对所以说在热巴给大家分享完之后呢 以后大家在跑步的时候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一起去留意一些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是的那热巴今天其实在这里是不是给大家准备了惊喜和礼物啊 是的其实就已经摆在大家面前了 就是我认为的跑步的味道特步不复花期限量版的这个礼盒 哇其实刚刚在打开直播间的时候大家肯定都已经留意到这个礼盒了 不复花期的限量款礼盒 那我特别喜欢这个礼盒呢 就是它很清新的一个设计啊 如同在爱丽莎仙境般梦幻的感觉 而且礼盒内有什么样的惊喜 等待着我们热巴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 这个礼盒里面就是跟热巴今天穿的是同款 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不复花期的一个香薰 还有一个我们的扩香条 还有彩蛋 彩蛋里面是什么呢 当然需要大家入手之后才能够发现彩蛋里面是什么了 那然后还有我们的简正选9.0的泡鞋 那也是我们今天热巴同款 对上脚的这一款 热巴今天穿上的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穿的第一手 今天肯定是舒适度是百分之百的 而且像平时的话呢 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快跑啊 要放在自己脚步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会让你有一个缓冲的 就不会就哗一下就刹车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它是这样一双好的泡鞋 其实是给到我们十足的安全感的 就是稳稳的感觉 那没错 我们的特步简正选9.0泡鞋呢 也是本次321跑步节重磅推出的一个新品 那听这个名字也知道 是我们通过很多次的更新迭代 然后给大家重磅推出的一个新品 它强调的就是双层结构 双背的缓震 保护性和舒适性都非常的棒 是我们入门者跑者的一个最佳选择 那今天大家看看热巴这身look 是不是我们的适配度百分之百呢 觉得是百分之百的 可以在我们的公品上刷起来 是的 那如果想要get咱们热巴同款的 在直播间今天就可以满足到大家哦 是的 我们的弹幕上也会给大家刷上 那想要和热巴一起跑向春天 一双减正弦9.0的跑鞋 当然是必不可少了 那除此之外 我们有一双好的跑鞋 当然也要有好的技巧来运动 那今天热巴是不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get简单易学 然后又很有效的拉伸小技巧呢 对的 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的 来接下来我们屏幕前的你和热巴一起 那接下来大家带上您的小本本 放下手机 专心致志地看我们热巴 给大家一起来做一个拉伸的小技巧 一定要录屏哦 记得录屏哦 也怪我没提醒到大家 好来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热巴 嗯 好 第一个动作呢 就是先去就是这么着的去把膝盖间活动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你可能加快 或者或者说你要减速的时候 可能会伤害到膝盖 所以一定要先把膝盖活动开 哎 我经常就是一下子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也会听到我的膝盖 咔哒咔哒 的感觉 需要补补盖了 哈哈哈 需要补补盖 是不是我平时缺少运动了 然后呢就是要把手还有脚腕也都活动开 嗯 跟着热巴一起拉伸起来 所有脚都要有 向里向外 把脚踝先活动开 还有手腕 大家可能觉得跑步为什么不用手腕 但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甩到 会拉伸到 嗯 感觉做这个动作穿上这一双 特步紧正选9.0的时候 是不是感觉做这个动作非常的舒适 而且不会伤到我们的脚脖子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拉伸我们的大腿内侧的肌肉 嗯 那这个也是 嘿 我先侧一点 有点不太方便 然后 腿真长 对 要把这个腿 要把这个放下面的那条腿 给它勾起来 这样会更好的去拉伸到大腿内侧的肌肉 然后下面腿抬起来 往下压 嘿嘿 然后 然后 左边是一样的 然后就是 向前 拉伸我们的后跟腿 小腿跟腿 大概就是这种 呦 呦 呦 然后先把身体给先热伸起来 然后大家就可以慢慢地从门跑开始起步 好 这个是一个起步的动作 对 就在原地去把自己的身体给热起来 热伸一点 好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呃 这样 原地的往后 这么着把腰也给拉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你跑步 可能你的侧腰后腰 都可能会有拉伤的这种可能性 嗯 避免一切可能性 我们先提前预防 这边也是一样 好 我来检查作业啊 看看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 现在 学得怎么样 其实还有一个跑步之后的 我觉得同样也适用于跑步前 就是拉跟劲 就是 可能大家面对一面墙 然后把这个 这个腿 前面的这个腿 脚尖先抵上去 然后 整个人 后面的脚这样 一直往前这样拉的话 真的会很酸爽 但是这个对于拉跟劲 其实有很大的帮助 嗯 好 来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你学废了吗 其实非常简单 那很多动作呢 很多人都觉得一看就会 一学就废 那可能刚刚我们在直播间看热巴做起来 哎 这个动作非常的延展 非常的好看 而且这个腿形啊 整个身形都非常漂亮 那很多朋友呢 如果说方法不正确的话 就可能特别畸形啊 所以说呢 大家刚刚热巴给大家提示的这个拉伸的小动作 非常的简单一学 那大家赶快get起来 刚刚录屏的朋友们时刻拿出来 多回看一下 好 谢谢 谢谢热巴 那刚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简单一学 而且超级有效的拉伸动作 来请坐 那关于跑步呢 其实我们还给热巴准备了一个小挑战 与其说是热巴的挑战 其实就是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谋更多的福利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挑战叫做关于跑步的味道 有三个关键词 那我们热巴要在这个画板上进行一个疯狂的创作 对 我们考验现场来检验一下我们热巴的画工如何 那这三个关键词呢 都是非常的简单的 所以说那稍后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根据热巴在这个画板上的一个创作 我们稍后会镜头拉近了展现给大家看 那你猜出热巴画的是什么关键词 就尽快地在我们弹幕上刷出这个关键词的正确答案 那稍后我们热巴会给大家公布的 我会在521之后 然后给大家进行截屏 然后有三位幸运的朋友将会获得热巴的清签产品 哇清签产品 好期待哦 那接下来咱们就话不多说了 好 那在这里要提示到大家 我们这一轮的惊喜仅限于天猫特部官方旗舰店的直播间哦 好 好 来 接下来第一个词 嗯 看一下 好 好 来 现在 在热巴在一个创作的时候 我要来看看直播间大家都说了些什么 好 不复花期热巴太美了 好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对热巴说的话 此时此刻 此时此景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 然后我会直接在直播间这么多粉丝的情况下 然后你的心声 嗯 好 OK了吗 嗯 OK了 哇 这个画功真的是 嗯 画得怎么样咱们先不说哈 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好 来 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来 我们的镜头拉近 看看这是什么呢 好 来 接下来知道答案的赶快在我们的弹幕上刷起来 好 我要五 四 三 二 一 然后截屏 五 四 三 二 一 它 好了 已成定局 嗯 那接下来我们热巴刚刚这幅画 您创作是什么样一个运营呢 还有正确答案给大家公布一下 嗯 正确答案就是不复花期 不复花期呢 也是刚说的就是我心中跑步的味道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get这款不复花期的礼盒 和我一起向前奔跑 哇 和我们热巴一起来get不复花期礼盒 get热巴同款 好 那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 那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关键字 好 热巴已经开始创作了 好 接下来大家已经 哦 我看到下一个还没开始公布这幅画 就已经有人在打这个答案了 这也太厉害了吧 我画好了 画好了 哦 这个画的是什么呢 来 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宝宝们 现在赶快在我们的弹幕上刷上 这个关键字 哎呦 我好像也看懂了 来 我们 这个就是实物和抽象画的一个对比 来 大家现在get了吗 脑筋急转弯朋友们 哦 脑筋急转弯 这个可以平移过来 哎呀 等一下 我忘了一个关键 哦 关键的 那大家先不忙猜 来 我看看有没有猜对的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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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已经有回答正确的 来 接下来我先公布答案 然后我要开始截屏咯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已成定局了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热巴 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这幅画的寓意 美好寓意 还有就是这个关键词的答案是什么 嗯 这个关键词的意思就是 简正选9.0 因为在跑步和不复花气的路上 一定少不了又美又舒适 而且又能够让你特 就是能够快速的去达到健身和锻炼效果的 简正选9.0 所以给大家安排上了这幅画 简正选9.0 那也就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来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看看到底画的像不像呢 哎 精髓都画到了 神来之笔了 对 神来之笔 点睛之笔 好 来 接下来我们还有第三个字 那其实很多题都是越往后越难 那我们非常贴心的越往后越简单 来 接下来的这个词 看我们热巴非常轻松 real的表情 就知道这个词有多简单了 好 给大家一个提示 我们直播间很多都是热巴的粉丝 对不对 那这个粉丝 我们爱称叫什么呢 好 来 接下来我看看 有没有能够回答正确的啊 好 已经给大家展示完了 爱加我等于爱我 这个特别容易看懂 好 来 接下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给大家三秒钟 这个太简单了 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我要开始截图了 好 来 再加上我们网络 不可能有一些延迟啊 再给大家三秒钟的时间 三 二 一 咔 好 一不小心 还截到了我自己的大脸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 热巴给大家 来解释一下 这幅画的创作有什么寓意 还有正确答案 对 这幅画的正确答案是爱丽丝 因为也是我粉丝的名字嘛 然后就是觉得不复花期 然后希望大家跟我一起走花路 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的 然后希望也可以跟大家一起 在未来的日子里一起走向花路 哇 让我们一起不复花期 真的是非常好的鱼 那非常感谢热巴给我们 画的这么好的画 让大家能够这么快的 就能够开出这个正确答案 好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画板 交给工作人员 接下来没有抽中礼物的朋友 没有关系啊 那刚才的三位朋友 都将会获得迪丽热巴的 清签产品一份 那真的是非常幸运了 既然是清签 那必须咱们现场签下这个名字了 所以说 好 我们签字笔已经准备好了 嗯 接下来请在这款特部剪 正选9.0上签上迪丽热巴的名字 在鞋子上啊 是的 哦 来 可以拿下来 那我在这儿吧 哦 这样 好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迪丽热巴现场清签的 嗯 好 那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公布一下 获奖的朋友了 哎呦 请热巴先烧坐啊 嗯 好 请大家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来侦查一下刚刚获奖的朋友 好 一共有三张截图 好 恭喜第一位 第一位我们的答案是不复化 请他回答正确的是糯米弯弯 来 糯米弯弯 好 来看一下啊 好 请大家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 到特部的天猫官方旗舰店 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会把热巴清签产品寄给你 好吗 好 第一位 好 来我们第二位 好 这个找得有一点点困难 好 第二位 用户六九七四一五四八的用户 来 请大家记一下 好 然后第三位 好 看一下第三位是谁 第三位可能回忆掉进了大海期 哎 这个名字的感觉也是不太好 好 来记住了吗 那我们恭喜以上三位获奖的朋友们 请大家在我们直播结束之后 天猫官方旗舰店 然后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会把热巴清签款产品 礼物寄给您 好 谢谢 好 那接下来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守候 在我们的直播间 我们还有更多的惊喜送给到大家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热巴的一个福利时间了 热巴粉丝的福利时间 那接下来热巴平时拍照肯定非常拿手 那今天现场请用特步X的手势 进行五连拍创作可以吗 好 好 来准备好了吗 大家截屏准备好了吗 别怪我没提醒到大家哦 好 来 接下来五秒钟 第一个X的手势 哦 必须得是手势 是的 卓不行 卓也行 就卓 卓是刚才的 好 来 第一张五 四 三 二 一 哇 大家又get了超多热巴的表情包 对不对 好 那今天热巴辛苦了 来 我们直播间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赶快抓紧时间get热巴同款 让我们人手一双减震选九点零八 让我们一起在春天跑步起来 好 谢谢 谢谢热巴辛苦了 谢谢 哦 哈喽 特步直播间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那刚刚咱们和热巴在专场和大家一起来感受了云呼吸跑步的味道 那其实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嘉宾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出特步品牌代言人范晨晨 来 欢迎晨晨 哈喽 哈喽 欢迎晨晨 好 热巴老师好 你好 晨晨老师你好 好 今天第一次见吗 对对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在这里度过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 那今天在这里呢也很高兴和特步的两位嘉宾朋友们 共同相聚在我们的云直播间 一起来探寻云呼吸跑步的味道 那接下来作为两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 让我们一起来表演一下云呼吸的小互动可以吗 好 就是我们所有的味道 我们会做一个提示和一个命题 然后你通过你的表情来表现出来 好 好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听题 首先 热巴在你心中什么是隐情的味道 隐情的味道 是的 来 什么是隐情的味道 来给大家做一下 看一下我手分不开这个 非常俏皮的感觉 好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表情呢 对 隐情的味道是160x3.0的味道 对 而且这个手指的三就是三 真的非常的给大家若有所思 热巴真的好聪明 说到我们的160x3.0就是隐情的味道 那陈辰在你心中 这个隐情的味道是什么感觉 隐情的味道是 什么表情 先做表情 表情应该是这样 很可爱 这个若有所思 酷酷的又拽拽的感觉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表情呢 因为发动隐情时 这个我们都会思考 接下来要往哪个方向走 要去哪里 所以就是这个表情 哦 这样一个表情 所以说我们才联想到 这样一个若有所思的表情 那这就是隐情的味道 好 来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难度继续升级了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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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热巴请听题 跑快一些才能满满品味道 早茶的味道 这是什么表情 好可爱啊 这个表情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表情呢 因为就是想到早茶嘛 就是茶 在我们印象中热巴特别爱美食啊 所以刚刚已经感受到了 我们早茶就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品尝美食了 真的非常可爱 这就是yummy的味道 那屏幕前的粉丝朋友们你截图了吗 每一个动作其实都是一个表情包 是不是跟我一样被我们可爱的热巴给萌化了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考考晨晨了 好 这道题请听题 遇见清晨第一杯咖啡跑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吧 这个表情很眼熟啊 就是我们非常可爱又俏皮的时候 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表情 因为这不是看到那个咖啡特开心吗 然后就是清晨跑步本身就是 朋友们都可以穿上我们脚上的这个 简正选9.0跑鞋 可以加速让咖啡离我们更近一些更快一些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想 让热巴表演一个 刚刚不是给大家送了礼物吗 给大家表演一个不复花期的表情 是什么样的表情 这个 好可爱 这个就是非常浪漫又懵懂可爱的表情 非常美丽很好的一个寓意 好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表情 因为就是被这个不复花期礼盒迎面而来的这种香味 还有整个人愉悦活动 就运动之后 跑步之后运动过后的这种快乐的感觉给蒙到了 哦 我们也被你蒙到了 好 那现在也想问问陈陈 诶 星辰大海是什么样的表情 接下来希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我们可以继续守护在我们的直播间 稍后让我们一起和陈陈一起奔赴星辰大海吧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热八给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送上一个祝福 因为春天也来了嘛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春天的时候 在做好防疫措施的情况下 出去泡泡布 然后在家里也可以 或者在健身房也可以 但是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 然后保持自己身体健康的状态下 也让自己的心情可以变得愉悦起来 最后别忘了入手和我囤款的不复花期礼盒 哇 谢谢 谢谢热八为我们送来的祝福 那接下来热八辛苦了 请稍事休息 谢谢 拜拜 好 那陈生